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和大家可以说又是聊聊聊天 又是每个星期的生活周忌的时间 今次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在英国工作 其实可以是很忙的 很多人都说英国人做事很嗨,效率很慢 但我自己在这里几年的工作经验 我会说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跟大家今次想说一下就是 以我自己的经验出发 包括我自己的公司,也包括我合作上的工作伙伴 究竟英国人是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懒呢? 还有,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在英国工作 有所谓Work-Life-Balance好一点 其实什么才是Work-Life-Balance的真正意义呢? 我发觉原来并不等于是懒或者是懒的 Work-Life-Balance是有另一重的意义的 今次也跟大家说一下 另外我也会分享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话题 是来自一个香港人,而是加拿大 他的观察和我自己在英国的观察 都有一些类似,跟大家分享一下内容 好像刚才所说,这一段时间 自从达到七月之后 港珠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忙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跟开我的YouTube Channel 都会发现,我虽然还可以维持到 每日一片,好像一个网台那样 每日都固定时间有节目 但是已经是回答不到大家的什么问题 所以大家看到,你的留言 我基本上是没有回复的 全部都看了 我一直看过,坦白说 另外,社交平台也很久没有更新过 因为非常忙碌 主要是因为公司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这个就是很多人会说 喂,你不是说 你的人不是说在英国做事很适的吗? 很懒的吗? 工作效率很低的吗? 我觉得是真的看情况,看人的 而且还要看一下地点 以我自己做事的伦敦为例 我在伦敦的市中心上班 City of London那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 很多公司都在经营,竞争很大 所以这个步伐是非常非常之快的 这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很多时我的客户 他们会有email 一天会出很多email 针对同一样东西 然后跟进 有时他们给一个讯息给你 你可能也要很快回复 而且不只是用email 有时电话,WhatsApp也有 不会是比香港轻松 不会像有些人说 在香港可能你是每天 都要回复几十个email 不是的,这里很烂的 我见过一些香港人说 我已经很努力去扮忙 但实际上 都依然觉得自己很空 我想真的会看哪个地方 因为我曾经有公干去过 英国其他地方 之前也有其他集数也有介绍过 可能在其他地方的步伐是真的慢一点 但伦敦似乎是真的步伐是很快的 这个不是说好与不好 会不会是比较伦敦有个优越感 但不是这样,所以真的可能工作模式不同 在这里可能因为竞争真的很大 所以如果你的步伐不够快 如果你要面对客户类型的工作 很可能你会摸单 很可能你会收取客户 所以大家全部都是做得很快很快的 我试过就是一个工作团队 有我的公司,有其他公司 一起跟客户合作做一件计划 一个计划 我们就交足货 我公司很快就交给客户 送给他们 他也很满意 但另外一个合作的公司 他的东西很慢 于是客户就会出电邮 他就说 I'm a bit disappointed 真的会这样说 我有点失望 对于那个合作伙伴 你们的东西很慢 你可不可以 by next Thursday 你一定要把东西交给我们手上 你所有的报告全部要交出来 否则 他真的说了明白 否则 我们是会不找你做 我找另一个做 是会这样的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人一定很适合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步伐 在伦敦真的很快 所以是要很快开始很快完成 所以如果你跟不上步伐 你是会被淘汰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港珠最近非常忙的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 其实我会说 这个work life balance 等于懒这种东西 等于懒这种东西 并不完全真确 就是我开始体会到 什么才叫真正的work life balance 很多人以为就是 等于你每天都是懒 可能就是你上班 就是上几个小时工作 然后很多时间在家里生活 或者跟家人 这个不是平衡 这个呢 你是heavenly inclined 你是完全是 将你的私人生活 是更享受 多过你做事 就是我们经常说 work hard pray hard 但可能你pray hard 但是work 就不是很hard 这些不是work life balance 我理解在这里做事之后 什么叫work life balance 就是 其实你在做事的时候 要很认真很快 但是呢 你不会因为这样而放弃了 或者牺牲了你的家庭 这个才是我觉得 这里我经常说的 work life balance的意义 我举一个例子 那天应该是 欧洲国家杯 应该是四强 那时是英格兰对着 荷兰 对 荷兰 荷兰 对荷兰 对荷兰 在那晚完整了一场播 10点多钟 我收到一个客户他们的email 其实是 怎样呢 就是我们有些单 因为提供了服务 我们的单 有些invoice 给了客户的会计簿 即是他们有节数日 我们要把这些单 传给他们 这样 偏偏节数日 那个月就是在过一场播 那天的 我们一早已经传出去 那些invoice 看完播之后 我看到已经有弹信息出来 因为手机会有 我看到 竟然是客户那边 他的会计部 那个女同事 就出了一个电邮出来 就跟我说 我刚刚做完你的invoice 你们会收到payment 竟然是这样 然后他还要在email后 加多一句 就是go england 我叫他感探号 很明显 这位会计部的员工 他看完场播之后 再跟手去做回应该要做 因为那是节数日 如果他不处理的话 过了出数的日期 可能就要下个月才收到钱 那我们可能会 客户会问罪 我给你一张单给你 为什么你又不做呢 于是他竟然 晚上十点多回回一个email 除了说 那张单处理了 你会收到钱 之后还要加多句go england 就是看完播了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想说 什么叫这里的人的work life balance 就是他们不会 或者尽量都不想 令到他们的工作 影响他们的私生活 例如说 私生活上有些需要的 你要去照顾孩子 或者你家里有些事 你可能要 away from the office 或几个小时 或者你那天 是需要work from home 他们通常会容许的 但不代表就是 你完全做家事 都不代表你完全做公司 香港就是另一个extreme 你做公司的 小小事情 所以你说走开一会儿都不可以 这里就是 我会觉得是用弹性 工作配合生活 生活也同时配合工作 这个会计的情况 就是一个例子 他想看球 但他也做不了 他不会因为这样 而不做的单 有了你死了 他不会的 但他不会因为这样 就是连场球都放弃了 就是会做了些数 然后才可能没有了 可能已经看不到 难道你一定每次都会 十二码 所以他一定是先看球 但他不会忘记他做的事 所以他又在看完球之后 快手做回 在那天之前 可能是二、三、五、九之前 他出带在系统里面 按键 于是就可以处理到 而且他可以work from home 这个又是这里的弹性 就是你要容许那些人 是work hard 同时play hard 同时有work 同时有live 就是有一些基础 硬件的东西 就是用他的员工 应该用的员工 是remote lock-in 我这个就是一个好例子 就是没有一边是大了 但你很靠自己去adjust 因为这里的老板 我自己的感觉 我做过不止一间公司 我也配合过很多客户 他们通常就是 不会好像盯着你 盯着你去做事 总之就是我给你一个任务 你做完就可以了 你怎样做 你什么时候做 他不理你 你可以很弹性 你可以周末去做 于是你平日 可能你有其他要处理 比如说你可能有家事 可能你有一天半天 他可能整天不出现 都可以 但只要你交佣货 可能星期四有全日 你有工作做 你可能甚至用星期六周末 自己的时间去做 最主要是看成果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的 是弹性 而是两样互相配合 你可以一个星期五日 坐在办公室 但如果你有家 有家里的执行 你是需要处理的 那你可能有日子 最重要是做一些事 甚至你每日之中 你出去做其他事 都可以 没问题 我都见过有不少香港人 都有这些分享 比如说中间 因为家庭的事 他要离开办公室 然后再回办公室 做事 最重要是做一些事 这就是如何配合 互相配合 生活和工作的时间表 如何配合 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的 工作、生活、平衡 但没有哪个是大 它平衡的意思 就是没有哪个是 零射 是重要 哪个是比较次要 两者都重要 那如何去做到 两者都重要 两者都满足到呢 就是看看你如何去到 玩平衡 就像小丑 拋球那样 两者都满足到三个球 你怎样可以一路 那些球不跌下来呢 就是很靠你的技巧 讲到这里 就要讲我刚才 开头提过 有一篇文章 就是来自一个 移民加拿大的 一位网友 他在加拿大声道日报 有他的专栏 他叫做月佩宏 最近这篇文章的表达就是 你必须狠努力 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他开头就是说 以前在香港 硬是笑的香港人 勤力过新界的牛 但原来他去到北美工作之后 是有过之言无不及的 他说 谁说欧美生活的节奏比较慢呢? 其实人家只是精力王城 才可以work hard play hard 他说的 类似刚才所说 就是如何很弹性地 令到所有东西都平衡到 他举个例子 就是说 有很多人都是神型人 当他睡觉的时候 很多人一组煮咖啡 他上班的时候 人家已经开始打电邮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弹性时间 我自己也是 很多时我坐火车去伦敦上班的时候 已经收到我自己的同事上司的电邮 或者是客户的电邮 但他们不是有恶意 所以说恶神这么早传出 是不是追到你瘦 你觉得很不够 其实不是 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有这些弹性时间 比如可能他有家庭的commitment 所以他可能只有7点就开始工作 可能做到3点 4点他已经可以收工 他可以早点回去照顾家庭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work life balance 他们用他们的时间表点去adjust 令到他又可以做完公司的东西 同时可以处理到他生活家庭的东西 这个同样地 除了早点开始做 就是做得晚也是 亦都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就是说 他或者他朋友的公司 很多时候一些人会做到6点至7点 原来有些人说他朋友的上司 晚上10点都是回到电邮 但是为什么呢 原来就是他就像朱雅所说 工作家庭量不悟 这个就是我觉得 他们很懂得善用时间 如何很flexible 去将他的东西 配置到他每一天的calendar 每一天的时间表里面 于是既可以处理工作 又处理家庭 如果你有事要做 就做点开工 又或者 你就迟些下班 你可能知道要处理家庭的东西 然后你下午才去做公司 旁晚才做公司的东西 我也有同事 他每天都是9点多才回到办公室 虽然我们公司标准是8点半 为什么他要这么巧 因为他每一天都去健身 那是不是表示他用了公司时间做健身 不一定的 他有时会做到5点至6点 有时他旁晚在家都会查邮 都会有可能 最重要就是做完一些东西 和弹性工作时间 令到两边都照顾到 这个就是今集我想说的 就是生活周期 所以你顺便带出来的讯息 就是 Work-life balance的意义 就是 我觉得在这儿做事 是比在香港的时候幸福 因为香港 没得选择 其实基本上 只有一种模式 就是Work 你是一定以工作为优先 很多时候 比如你小朋友的学校 有点点东西 你可能是要去一去学校 不是每个老板 如果机构分不上大小 不是每个老板 会容许你出去一两个小时 然后你回来 可能就要你正常请假 病假 那时候病假子 但是在这儿 就是比较弹性 人性化一些 也比较多Work from home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他知道 最重要就是 Output是OK 只要你怎样做 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 这儿是有这种 弹性的思维 有一种 叫做生活和工作 你互相配合 要有一个平衡的思维 不会走去work 那个extreme 但是也都绝对 不是很多人以为 那种错觉 一定就是 完全是live那边 完全就是 很适合 很chill 很困难的 也不是完全是这样的 不知道各位观众听众 你们有没有在英国做事的朋友 或者甚至有在伦敦上班的朋友 你们观众是不是跟我一样 都是 原来working life 是真的可以balance 不会走到任何一个extreme 有走到任何一个 spectrum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多谢你收听人收听今集的节目 记得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